中国台湾的立法机关早前通过了个决议 要求六委会每季提交香港特殊地位检讨报告 六委会日前第一季报告中表示 以香港作为地区总部的外资企业数目 由2020年的1,504间减到2021年的1,457间 下跌了3.1% 其中美企由282间减为254间 年减10%,创2003年以来的新低 另外日本企业也下跌了7%,到210家 但中资公司在香港设立总部的数目大幅上升 年增6%至252间 这报告认为在香港外资和中资的销长趋势 除了与全球经济链重整有关之外 亦受政治因素影响 老老实实,六委会这份报告 我觉得可信度是非常诚意的 香港投资推广署的署长傅仲森日前公开表示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港区国安法令外资撤离 反而不少企业对在香港投资抱有兴趣 包括内地、英国和美国 还说在疫情影响下租金下降 企业投资成本减轻了 更加有利于国际饮食集团考虑投资本港 2021年投资推广署完成了310个投资项目 当中来自全球42个经济体 按年增长了37个 亦为香港创造了多过3000个就业职位 另外,外国投资者去年更加创了新高 外资企业驻港地区总部和办事署的数目 合共有9049个 其中150个在香港设为地区总部 其实面对世纪的疫情 全球多过经济体都不少面对不同程度的冲击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引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说 特区政府财政政策和措施 有效减轻经济的冲击 支撑经济复苏 他又说去年本港经济复苏比较有力 令到这个财政年度的财政状况远比预期中理想 另外,陈茂波也指出了 近两个月是本港利得税和申讽税收款的高峰 加上财政储备投资收入在12月份入账 不难预期截至去年年底 政府的财政状况会大幅改善 他也提到,今个财政年度的收入远比预期中理想 我再引一个官员讲的内容 其实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去年年底接受传媒专访的时候提出 过去一年,本港银行体系的总存款额上升了8个百分点 外汇储备今天也升了10.5个百分点 反映香港金融市场运作 国际投资者对本港的认可力是没有改变的 他又说,国安法令香港在短时间中恢复了稳定 形容是真金不怕红楼火 其实我引用这么多数据只是想说一件事 陆委会如何唱衰香港 其实也不会有这些实际的作用 顶多会愚弄到一些从来都不留意香港情况 不看香港新闻的台湾群众而已 其实香港的经济实力 就比陆委会的报告形容的正面得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未来,香港只要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更加积极地融入这个国家的发展大局 香港经济的前景绝对不是陆委会报告所分析那么负面 中国内地的经济增长,大家都知道 去年就达到8.1% 经济总量也超过110万亿人民币 如果香港不选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难道就靠一个日渐衰落的美国吗? 说起唱衰香港,英国广播公司即是BBC 主题人史蒂文·薩克尔 近日访问了我们中国香港一个立法会议员 期间他说了一个很无知的论点 他说香港国安法是北京强制实施的 在访问中他还说很多人移民是因为香港实施国安法 全国人大为什么要授权全国人大常委 并立港区国安法呢? 我就不重复了 之前在节目上我已经解释过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要应对 2019年持续超过一年的超级暴力反修例暴动 至于法理上为什么呢? 其实香港《基本法》的第18条上面说到明 全国性法律除了列于本法附件3者外 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凡列于本法附件3的法律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 港区国安法正正就是由香港公布的全国性法律 第18条也有规定的任何列于附件3的法律 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本法规定 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问 维护国家安全是否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自治范围呢? 其实有很多佛乐学者解释过这个问题 就像北京大学法学教授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委员姚哥平 他曾经指出港区国安法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 在单一者国家,其实讲中国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从来主要都是中央政府的宪制职能 属于中央的事权 不属于高度自治的范围 中央在维护香港国安事务上 不单止有立法权 可以有必要和有限度的执法权 我也找了一些资料 另一个法律学者 中国政法大学的兼职教授 赵金泉 他引用了美国做例子 就说 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问题的重大事项 地方政府是无权的 仍然是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 美国国会去负责和决定 也说没有任何美国州可以在国家安全方面独立立法 根据美国的规定 各州都必须服从和遵守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 邵教授也举了英国的例子 英国的议会对全国性的重要事务享有立法权 对于涉及国家主权的国家安全立法 也只有英国的议会才享有立法权 《基本法》23条是有涉及国家安全的条文的 但是是否代表只有香港政府可以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 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先看看23条的原文 23条说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 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 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涉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 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条文上用了一个英字 代表全国人大在制定《基本法》的时候 是没有赋予香港独一或唯一的立法权 反而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一个宪制责任 众所周知,香港回归祖国快了25年 但始终未能就《基本法》23条立法 未能履行宪制责任 全国人大因应香港实际情况 就《港区国安法》立法又有什么问题呢? 还有,《港区国安法》只包括了23条中的分裂国家 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这一部分 其他有很多部分是未立法的 仍然留给特区自行立法 足以证明到中央仍然非常尊重特区的高度自治权 《港区国安法》的立法只是用来应付紧急的需要 到底BBC和她的主持人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是无知,还是有心玩的呢?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 同样,大家都可以自己判断一下 陆委会的报告有多少水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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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Depending 上期再见